本土病例有82,363个 那这个数字的话 那当然是比我们假日的时间稍微来多一些 假期效应结束 本土疫情回马腔 确诊案例再回到八字头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单日确诊数至今没超过10万 全民都有功劳 我们现在没有管制 可是那个事实上人流是降到 约略像刚才三级警戒的四分之三 所以是民众自主的意识很高 本来疫情控制的比较严格的 这些国家来比 我们的疫苗多半打得比他们还要多 整体确诊数没爆充 但有医师发现疫情北降男生出现黄金交叉 财政中认为台湾是一日生活圈 这情况可预期 但不认同外界预估5月底 可能出现单日16万确诊 我的看法都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点 我看起来整体的趋势 是比较相对是平稳的 很快的走向很高 大概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没有那么高 不过成长是再往上走是一定会的 当然什么都有可能 有可能7月还会再更低 也有可能说因为大家又恢复了这个活动 所以有可能又升高了 半度疫情7月能不能缓解还是未知数 因为当前中重症和死亡人数仍持续攀升 24号大增251例中重症 当中重症有53人 死亡数也再增42人 如何加速高风险患者投药效率 把死亡数降低是当务之急 城市中松口全民快塞羊 视同确诊预计最快26号上路 这两天大家想说我们这样到底在准备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动线把它规划好 那目标就是快塞羊的人 到了这个以前的这个裁浅站 那现在我们等于是一个三合一站 被证大量就医人潮北部地区 新设的九处大型筛减站正在转型 未来民众只要拿着快塞羊性证明到站 就可进行诊断并确诊 长者汗有风险的则立刻领口服药 期盼投药和诊瘤效率都加速 让台湾疫情赶快取缓 环宇新闻江博伟林家倩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